今天咱们来一个垫上瘦腿 有小球的就拿一个小球 没有小球的就不用拿 我们先来侧卧枕住小球 然后来把我们的骨盆放正 冲向前方 双腿就像走路一样前后走动 脚尖绷直 卖的幅度可以大一点 其实它用的是 臀和大腿外侧和内侧发力 和小腿没有什么关系 骨盆以及上半身保持稳定 尤其是骨盆全程要冲向正前方 然后我们来把上面的腿 抬起来去碰小球 但是你看我抬起来的 这条腿的运动轨迹 和地面始终保持平行 不要高于骨盆也不要太低 这个动作主要是练宽 然后主要练的是 把我们的骨盆调到中立位 防止骨盆前倾 核心收紧 尽量保持底下的腿 还有腰腹是稳定的 然后把上面的腿抬起来 去碰小球 训练大腿的内外两侧 然后把上面的腿抬起来 为了 要不够的 然后把上面的腿抬起来 来吧 接着把小球放到你的侧臀下方 然后抬腿 这个主要训练的是甲胯宽的问题 所以你全程就是胯这一块用力 就是大转子这一块 如果没有小球你就把上半身支起来 然后腿就不需要开得那么大 你就感受你的侧臀和大转子这一块发力就可以了 把上面的腿固定住 我们来顺时针画圈12次 画盘子大小就可以 臀和胯这一块发力 脚放松 然后我们来摆成棒式开合的姿势 把小球加到上腿的膝盖处 去做棒式开合 不加小球主要训练的是 臀中肌还有大腿外侧 加上小球 整个大腿前后左右都是可以训练到的 小腿是不挨住地面的 可以 然后我们双脚加住小球 大腿内侧发力 主要训练内受肌 把小球加紧 大腿内侧发力去上台 今天还有一个女孩问我 她全身都挺瘦的 就唯独大腿内侧 有一块坠肉 因为咱们大腿内侧的内受肌 平常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所以就得做针对性训练 你这一段频繁地去练它 它就会紧致 但是你要是放松 这一块肉就又出来了 这是正常现象 我也是这样 但是内受肌练起来速度比较快 比如夏天到了 咱就突击一下 是能保证一个夏天的 好 然后我们翻过身子 做相同的这几个动作 训练另外一侧腿 要点就是 骨盆和上半身稳定 不要晃 它训练的是大腿的内外两侧 我们就要把注意力放到这两侧 这种普拉提的 电上瘦腿运动 是可以挺挺做的 其实它不光是帮你瘦 它还能帮你调整你的骨盆 还有胯的位置 我天生是理性身材 本身腿就容易粗 而且以前是有 比较严重的骨盆前倾 导致的甲胯宽 还有大腿前侧突出 我以前用过挺多的办法 当然上半身 线条全出来了 腿还是那样 然后慢慢我才发现 纠正体态是最重要的 体态纠正 加上这种垫上的瘦腿运动 这才是适合 离形身材的瘦腿训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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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来重点拉伸一下大腿前侧 右腿向前迈一大步 左腿向后拉伸整个左腿的大腿前侧 如果可以的话 你可以用手把后面的脚抬起来 这样子你大腿前侧的拉伸感会更强 大腿前侧突出拉伸比训练更重要 而且这个问题主要就是因为你体态不对 然后臀没有力 你干什么都是大腿前侧的骨丝头肌受力 然后换边拉伸另外一侧 你半斤前侧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